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面临 何谓日主受克 各位 日主受克 他其实他是有一个定义的 什么叫定义 他是本来没有受克 本来无 突然变有受克 这个才叫做我们真正担心的日主受克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没事 我本来没事 例如一个癸水 对不对 我本来没事 他可能有戊土 有己土 然后有火 现在大运 他这样子 土来生金 用这样子 不用 用这样 日主 土生金来生水 非常漂亮的一个组合 结果 来一个乙庚合 他直接来克他 这一种本来没有受克的现象 突然变成是受克的现象 这个才是我们所重视的日主受克 其他的本命日主受克 他只是说是 那一个 他本质就是这样 不要加重就好了 可是像这一种的是我本来没有日主受克 突然变成日主受克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他就非常的怎样 在这一种状况下 会很快速 很急速的 就变成是说 压力很大 然后会出了 出一些的问题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 什么叫做真正的日主受克 真正的日主受克 是本来无事变成受克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